《吸引力法則》是有黏力的 當你為別人的好運開心的時候 他們的好運會黏著你 當你欣賠或者欣賞其他人的任何一項特質的時候 你正將那些特質黏在自己身上 反之當你上住或者討論 跟某人有關的負面事情的時候 你也將那些負面的事情黏在自己身上 而且將它們放入你的生命中 《吸引力法則》會回應你的感覺 你吸出什麼就會得到什麼 所以如果你為生命中的任何人事物貼上標籤 其實就是將標籤貼在自己身上 那就是你會接收到的東西 這個是很好的消息 因為這樣表示 你可以藉由在他人身上尋找你喜愛的事物 而且全心全意地跟他們說 是 來將你喜歡和想要的一切黏在自己身上 這個世界就是你的形錄 而當你了解你的愛所具備的力量的時候 在他人身上留意你喜愛的事物 就成為了一份全職工作 不過 這是改變你整個人生最容易 也都最好的一種方式 它可以戰勝掙扎和痛苦 而你所要做的 就是注意他人身上讓你喜愛的地方 而且遠離你不喜歡的部分 這樣你就不會對他們產生任何感覺了 是不是很容易呢? Fail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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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il